華爾街日報本週幾乎天天追蹤 台海跟台灣的軍事風雲 最新今天的報導提及的是 台灣之戰即將到來 那這當然是國際間 對於台海之間的兵凶戰危 高度的戒備 可是同時美軍今年以來 為了威嚇中國抵近偵察 事實上也來到2000次 對台海的情勢是不是真的升溫 其實的確有很多的指標可以判斷 我們先談一下華爾街日報 這一篇報導 那台灣的媒體把他講說 這個台灣之戰即將到來 我覺得可能稍微簡化一點 因為你如果看他原文 應該是說could come soon 就是很有可能很快會到來 所以他保留一個可能性 但是這一篇報導的目的 當然是在提醒說 台海的一個情勢 的確美方跟這個台灣 都要加大來關注 那當然中間提到說 包含這個解放軍的兩棲軍演 或者是說過去我們在講說 評估中共會不會武力犯台的兩個重要指標 一個是他的野心跟意圖 另外一個是能力 那現在這一個五角大廈前官員柯伯吉他認為說 解放軍的能力似乎已經慢慢在追上他的野心 那當然還有一個點就是說先前從去年到今年看到 中國內部所謂的這種武統的一個聲浪 急劇在升高 那可能代表說習近平在這個武統的時間上面 有他的一個緊迫感 那這些當然都是一個美國要協助台灣加大自我防衛的重要理由 所以他後面的重點是講說他認為拜登公開表示說 對台灣的防衛承諾其實還不夠 具體的措施一定要盡速來進行 那包含像加速協助台灣 這一個整個防禦系統能力的一個這個調整跟改變 那當然還有國際的這個盟邦 包含像日本扮演的重要角色 那這些部分當然具體要如何來展現 我認為說像這一次為什麼會談到說 美軍來台協訓還是駐台這個問題 會讓這一個美中台3D全部都這個非常的關注 我認為中間的重點是說 今天來說這個美軍來台剛剛前面談到說 其實我們過去長期採訪就了解 美軍來台本來就不是公開的秘密 就是說只是沒有政府官方沒有公開證實 那實際的動作都在做都是只說不說 那現在為什麼會透過華府的媒體來曝光 當然重要的就是說第一個 這個是一個政治動作為什麼要公開 第二個時間點為什麼在這時候 因為我們知道說台灣自己內部軍方 其實長期都了解說早就有這樣的一個協訓內容 那不管是美國派員來台或台灣 事實上我們的F16飛官到這個陸克基地的公開的事實 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早期就一直持續在交流 那這個時間點曝光 事實上我認為連北京都一頭污水 他也不知道說為什麼這時候要曝光 因為對於這些狀況 其實我認為說中國在台潛伏的這些人早就掌握 他們早就回報 也都知道有這樣的交流的事實 那比較特殊的是說政治上北京會如何去解讀說 這個為什麼這時候曝光這訊息 我認為美軍在鋪陳一個 就是未來可能對台的協助會有更大動作 這樣的氛圍 那這也是北京所顧慮跟擔心的 那軍事上面來講 當然特殊的是說 過去來說這個很多的 不管美國的各軍種都有來台 不管是官模也好 或者連漢光的兵推 基本上美軍的官模團都直接可以進去 所謂的橫山指揮所 這非常精明的地方 那事後雙方來開檢討會 每年都會提供給台灣一些 這個防衛上的一個具體建議跟措施 那這次很特殊的是 為什麼特戰部隊也開始 當然從小部隊的規模來台 但是未來可能頻率跟人員都會升高 那這樣的一個動作 當然離所謂的美軍駐台 是還有一段距離 因為真正的駐台 我們觀察 過去台美有共同防疫協定的期間 其實必須要具備幾個條件 包含像1950年代 那時候先是這個第一艦隊協防台海 協防台海跟現在美軍穿越 這個神盾軍每個月穿越一次 是不一樣的 是每天全天候都有美國的軍艦 在台海巡逸 南北這樣子互相 這樣的一個穿越 那這個是已經到每天都在 全天候的戰備的情況 那現在來講 當然離那個強度還是有一段距離 但是這也是美國保留的空間 那另外還有包含像這個1951年 就成立了美軍顧問團 1955年甚至有美軍防衛 協防台灣司令部有正式的一個組織 直接進駐在台灣 所以有固定的員額 而且兵力的規模也比現在的大很多 同時接著就會有所謂的軍艦 過去來講在基隆港 在高雄港常看到美國的軍艦 同時連這個B-52這種戰略轟炸機 都直接進駐台中的青泉鋼 所以人員跟武器 機艦這些都進駐到台灣 才算是真正 在這一個軍事上有所謂的協防 或者是說駐台的動作 那當然更重要的外交上面 可能都還有簽訂所謂共同防禦協定 或者條約 那目前來說 當然離這個還有一段長遠的距離 不過美方這一次曝光這個訊息 我認為就開始在鋪陳這些動作 未來當然有可能逐步升級 那這個當然也是對北京在於警告 今天如果你更逼近台灣一步 美方也會更接近台灣一步 相對這樣的一個保留一個迴旋空間 那看北京做到哪裡 美國就會這個前進到哪裡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一個戰略的相互嚇阻 那除了這一個軍演之外 美軍來台之外 還有包含像最近 這個東沙島的防衛當然情勢 國際也非常的關注 那這一個最近非常多的一個 美國只是商用衛星 都拍到很多 這個解放軍在東南沿海 特別是福建廣東 似乎都在加速打造很多的軍用機場跟基地 那不管是增加它的機庫機保加固也好 甚至不只是戰機起飛的跑道也好 連直升機的基地也開始陸續增加 那先前已經講過說 包含像龍田 桂安 漳州 這幾個離台灣非常近的基地 如果是戰機的話 的確部署在這裡 對台灣有非常壓迫性 那另外在最近還有發現 包含像在福建的張埔 其實有一個離台灣只有241公里的基地 也打造了直升機的一個跑道 那同時今天最新的訊息是 有衛星又拍到連在廣東的汕頭 這個地方有一個外殺機場 本來這個外殺機場 先前已經荒廢掉了 但是看起來在2020年之前可能又重啟 那特別是2020年去年的10月 開始發現有運巴 不管是電蒸機或反潛機 似乎進駐到這個機場 而隨後馬上就看到 這些解放軍的軍機 就出現在台灣的西南空域 那今年5月也被拍到 像是有殲-16或殲-11 也進駐到這個機場 所以看得出來 這個解放軍內部是利用在 鄰近台灣 或者是東沙這些地區的機場 用這種各式的戰機也好 電蒸機也好 進駐到這些地方 然後對於台灣的西南空域 長時間用常態性的一個騷擾方式 企圖要控封台海 當然這個部分 這個星期最新出現是說 連他的5直10這樣的直升機 配合米17運輸直升機 都出現在這個空域 當然國防部長邱國正在 立法院被問到說 這些動作是不是跟東沙的情勢有關 他也沒有否認認為說 因為用這樣的一個武裝直升機出海來講 對於東沙那個地方 的確是從空中有一定程度的威脅 不過他也強調說 這個解放軍當然希望用一種 我們先前談了 這個灰色行動 因為你看他用這種武裝求度 夜間然後進行這個所謂滲透的方式 企圖要用這個不開火的方式 可能強行登陸這個東沙 然後控制島上的人員 所以外界曾經也提出警訊說 有沒有可能用這種非武裝衝突 來企圖掌控東沙 邱國正也強調說 這種所謂的不廢一槍一彈 這個不廢一兵一組的方式 想要拿下東沙 是他的一個主要的一個期望 但是台灣的軍方絕對不會讓他發生 因為真的有武裝求度上去 其實基本上我們東沙上面的防衛 一定為了自衛 還是會開火反擊 絕對不會讓他這樣子一個 輕鬆就拿下東沙 當然還有整個台海情勢的升溫 其實美國國會非常的關注 最近有共和黨的綜藝員 叫做蓋拉格 他本來是在談說澳洲未來 在台海情勢可能要扮演的角色 不過中間他提了一個 非常重要的訊息 他建議說美軍的印太司令部 應該要重啟一個叫519聯合特遣隊 這個519聯合特遣隊 其實我們也是第一次聽到 因為他透露一段密信說 519的聯合特遣隊 本來是1999年的時候 美軍當時太平洋司令部 針對台海情勢 突然秘密成立的 那時候是以駐日美軍 特別是第七艦隊為主要目標 如果今天台海情勢升溫 可能就會有聯合特遣隊 直接介入台海 而當時1999年 其實那時候就是兩國論 那時候兩國論 其實解放軍的戰機開始出海 開始直逼台海中線 也一度台海情勢升溫 後來這一個台海情勢 開始緩和之後 這個特遣隊 目前來講應該是解編掉 所以他希望說像這樣的一個 519聯合特遣隊必須要先組成 那在台海情勢真的爆發 有戰爭的情況之下 在72小時之內 美國必須聯合澳洲 甚至還有日本 要能夠共同投入台海的作戰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台海情勢的升溫 其實對台灣的安全 不見得是壞事 因為發現國際的各方面的關注 而且過去很多只是政治上的說法 其實落實到具體的一個承諾或協助 美方的一個對台灣 真正的一個自我防衛的一個能力提升 應該也會加速落實 那當然更重要的 台灣自己也要加速自己的國防改革 那跟美國或者日本共同來 這一個捍衛台海的安全 好 我們稍後回來